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 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 敦促华盛顿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中国的行动 包括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部署 以及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 坎贝尔强调中国在南海和非洲的军事和经济扩张 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构成了严重威胁 美国必须通过与盟友合作 提升自身实力来应对这一挑战 此外 中国外交部亚州司司长刘尽松 也对日本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中的涉华消极言行 提出了严正交涉 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紧张局势 正在加剧未来局势如何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近日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 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发表了充满紧张气氛的讲话 他强调美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中国的行动 在印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和在非洲寻求稀土矿产的努力 坎贝尔指出与中国的竞争是当今美国外交面临的决定性挑战 强调美国海军和空军需在印太地区加强活动 坎贝尔的言辞犀利 他具体提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和在非洲的稀土矿产开发 这些都被视为中国试图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象征 他呼吁美国通过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提升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应对这一挑战 他还指出美国需要在印太地区增加军事存在 以确保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特别是在南海和东海等战略要地 坎贝尔坚信美国必须继续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紧密合作 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在经济合作方面 坎贝尔认为美国需要通过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 来对抗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他提到美国将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议 以促进地区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他的讲话引起了广泛关注 许多专家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一个重要信号 表明美国将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这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在听证会结束后 坎贝尔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重申地美国将继续坚持 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 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坎贝尔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防止任何国家通过单方面行动 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他的讲话反映了美国政府 对中国在印太地区行动的高度关注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 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在坎贝尔发表讲话的同时 中国外交布亚州司司长刘进松 也对日本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中 发表的涉华消极言行提出了严正交涉 刘进松特别提到日美外交安全 二加二会议 延伸威慑部长会每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外长 会等会议文件中充斥着诸多谬论 危险动向和虚假叙事 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基础 在这些会议中 日方与其盟友的频频提及中国 指责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特别是在二加二会议上 讨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 并在会议文件中对中国的国防政策 和地区活动进行了负面评价 刘进松在会见中强调 中日两国作为近邻 应该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原则 妥善处理分歧 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然而 日方在国际场合 频繁发表涉华消极言论 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刘进松还指出 日方在这些会议中 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 实际上是在为某些国家的战略利益服务 试图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局势 来达到自身目的 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也违背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会议结束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也在例行记者会上 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强调中国一贯主张 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发言人呼吁有关国家 摒弃冷战思维 停止挑拨离间 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 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 有着广泛的合作和交流 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利益冲突 使得两国关系时常面临挑战 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中找到平衡 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是中日两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坎贝尔的讲话和中国外交部的强烈反应 实际上反映了当今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的复杂互动 美国试图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 保持其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而中国则通过扩大其全球影响力 不断挑战这一地位 与此同时 日本等美国盟友 在中美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面对这些挑战 美国和中国都在调整自己的策略 坎贝尔的讲话表明 美国将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 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这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而中国则通过与日本的外交交涉 表达了对日方在国际会议中 涉华消极言论的强烈不满 未来 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中找到平衡 将决定中美关系 以及印太地区的未来走向 总的来说 坎贝尔的讲话和中国外交部的反应 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未来美国和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博弈将继续 而日本等国家在这一博弈中的角色 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何在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找到平衡 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是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坎贝尔的观点非常合理 中国的扩张行为显然对整个印太地区构成了威胁 美国必须加强军事存在 确保区域安全 就像二战期间的珍珠港事件一样 我们不能等到被打了才反应过来 楚天书 你这夸张的比喻真让人捧腹 中国只是开发自己的国土和资源 美国要插一脚 简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大家都想发财致富 难道中国不能做个矿老板吗 谢琪琪 你这说法还真是天真 不提南海那些人工岛礁的军事化 单单是对非洲稀土资源的开发 就有可能让中国控制全球供应链 一带一路就像是新版的马歇尔计划 美国当然要小心提防 难道你愿意让中国成为新霸主 马歇尔计划 你这类比真是脑洞大开 中国的一带一路可没有附带冷战的附加条款 再说了 如果美国真的关心全球供应链安全 为啥不加强自己的基础设施和研发投资 光靠军舰和航母摆架子能解决问题吗 加强基础设施和研发投资确实重要 但军事存在同样不可或缺 历史上 罗马帝国之所以能称霸意识 不就是靠武力和道路网吗 如果让中国在印太地区肆意妄为 我们就会成为被分割包围的高炉 哇 你这罗马高炉的比喻也真是戏剧性 中国可没有要搞什么 分而置之的阴谋 与其搞这些天罗地网的防御 不如学学北欧国家 人家在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 还不用天天担心谁来打劫 美国应该多做生意 少搞军备竞赛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